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天的小鱼 AKA秋道鱼 今天吃啥呀 今天我要带你去喝2024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这有点意思啊 但是我秋天更喜欢吃柿子 不太想吃奶茶 那要不把柿子和奶茶放在一起 柿子奶茶你尝不尝试 有这东西吗 当然有了 我听都没听过 我今天就带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最新鲜的柿子奶茶 那我今天开眼界了 走 走 我们的奶茶到了 我的这杯是 好是多多 试试如意 所以名字的超级 我们赶紧来试试看 你们有点吸不上来 我吸了半天 没吸上来 哇 超大一块柿子 它这个是像那个柿子的smoothie那种 它把整个柿子肉搅上 我天哪 我的天 居然真的有这个东西的柿子奶茶 对 柿子里面的那个籽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它搅起来非常的Q它 然后那个其他的柿子肉又是甜甜的沙沙的那种感觉 好好喝啊 我的天 我度五毛钱你们绝对没有喝过 这个味道太好了 真的很好喝 它其实奶味不是很 然后糖味 也不是很重 我点的是一个普通的糖 就是正常的糖 然后它不是很甜的那种 我点的是三分糖 就是我感觉就是像在喝那个限榨的柿子 然后它保留了那种颗粒感 我喜欢有这种颗粒感 它柿子的味道保存得很好 我感觉这个柿子应该是很新鲜的 秋天还是得吃柿子的你知道吗 我刚才看到它店员到的那个里面 居然试吃了 就是新鲜的那种 真好 这个真好吗 我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如果夏天能来上这么一杯 该多爽啊 可惜夏天不产是 特别是 因为这个是冰沙质感的 夏天喝这个得多开心 同学们想不想试一想 它叫啥呢 Juie Juie 这家店叫Juie 是那个Juie快乐多了一个零 双杯快乐 OK 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喝到了 然后我给大家来讲一讲 它两杯奶茶的价格 它一杯呢是8块9毛5 然后两杯在一起加上税呢 一共是17块9毛7 感觉有点小费哦 是 因为这边像星巴克的话 你去买拿铁咖啡的价格是5到6刀左右 那这个确实比普通的咖啡是要贵的 确实在纽约奶茶比咖啡贵的 他这个可能 这个店开这里贵吧 但是这个饮料 如果你们想试的话 赶紧过来 因为它是seasonal的 也就是说 可能过了这几天就没有了 这个真的很值得一试 人生第一次 太爽了 这个太爽了 从来没有喝过孙子奶茶 虽然这个真的太好喝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它 来一个平分 对 那你先说吧 我给4.7分 我给4.8 哇 那这个4.75 这也太高了 对 帽子就是我们从看店以来最高分 真的最高分 我觉得唯一能扣分的地方 可能是有点小贵 对有点小贵 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喝过 我还是蛮喜欢的 真的很吸引 我今天真的是开眼镜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好好享受 我秋天第一杯奶茶了 请不要忘了给我们这个视频 进行点赞 关注 还有转发 等一下别着急 我们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送点祝福 好呀 我祝大家事事无忧 我祝大家好事多多 耶